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面一层 跟F3一样 也包含摄像头的一个模组 一个最新研发的激光器模组 还有一个伸缩窖边笔 跟以前我们的三大盘笔是一样的 这里面有一个配套螺丝和两颗的磁性磁钉 下面一层 一个USB的电源适配器 它是3.3V2A的 一条6米的USB电源线 一根12米的USB数据线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一个激光器的构造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尺寸的话比以往要大了一些 整个的外表显得是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深部 然后我们激光器的话 正面这边有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窗口 这个是我们无线模块的一个紫色灯的一个窗口 然后我们背面 背面这两个地方是一个强力磁铁 它可以直接吸附在可带有磁性的板面上 正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激光器的出方口 上面是散热口和进风口 这地方是一颗螺丝固定我们上盖 背面有四个螺丝孔 它是固定是使用螺丝 这个四个螺丝将激光器固定在板面上面 如果我们要打开上盖的时候 首先把这个螺丝拧开 但是不用完全拧下来 因为它是防止脱落螺丝 我们打开之后我们双手向上推起 就可以将这个盖板拧开 放开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的构造是 这两颗和这两颗对应的四个螺丝孔位 就是固定的墙面螺丝孔位 这两个旋钮是我们桥节光模的两个旋钮 这一颗按键是我们洪光激光器的一个开关按键 然后我们侧边还有一个迷里的USB口 这个接口是与我们配奏的电源线进行连接 另一颗端是一个USB设备器 与我们USB口进行连接 然后这边接上墙电 此时就我们激光器就可以进行正常的通电了 第三步 我们安装的时候 激光器有两种安装方式 一种是直接吸附 我们吸附的要求是 我们需要将激光器固定在投影画面正上方 你投影画面上边缘大约三厘米出 这是一种直接吸附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你位置固定好之后 打开上盖 通过四个螺丝进行固定 当我们固定完成之后 先不要立马盖上上盖 当调节光模调节完成之后 再将上盖合并 下面我们讲解下我们激光发射器的 两颗调节旋软的作用及其效果 当我们激光器安装好之后 充上了电子之后 激光发射器默认为红色 红色是代表已经供电 但是设备并未正常工作 为了方便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我们两颗旋软的调节作用的效果 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路软件 将安装调室这一栏 切换到调室激光发射器模式 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式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手指点到板面上之后 会出现一些光的一个反射点 激光发射器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激光发射器 只是为蓝色 蓝色是代表我们设备 里面的激光器和设备正常工作 打开我们的光光 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在地面上面看到一条 水平的一条红色光线 当我们调节这两个旋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完全达到激光和红光的一个同步同向变化 首先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中间这个旋钮 中间这个旋钮我们称之为垂直方向调节旋钮 当我调节中间这个旋钮的时候 我可以让我们的激光红光同向同步变化 我先顺身进行调节 我们可以看到红光已经发生变化 位置已经发生变化 已经更往外往前进行调节了 此时我在历史针进行调节 我可以看到红光会慢慢靠近我们的墙面 靠近我们的板面 我再继续调节 历史针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眼界面 我们激光已经出现一条水平光带 说明激光已经打板了 此时我们红光 它呈现的效果 红光已经完全发散了 它是已经出现一个发散的效果 此时我们红光 红光也会打在一个板面上面 这是我们的垂直方向调节旋钮的作用 那我们再展现一下我们 右边这个旋钮我们称之为水平方向调节旋钮 调节旋钮的作用是可以将光模和红光同步进行水平的左右调节 我们先顺劲 我们先顺劲地进行调节 我们先顺劲地进行调节 目前是水平的状态 我们调节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左半部分 红光已经 贴住墙面 贴住板面 右半部分已经软泥板面 软泥墙面 同理 我再逆时的进行调节 大家可以看到 左半部分 软泥墙面 软泥板面 右半部分 已经靠近墙面 靠近板面 这又是我们水平调节方向对红光 对激光的一个前后和左右进行调节 以上就是我们两颗旋链调节的一个功能 继续作用 下面我们讲一下我们激光器的安装调试 当我们激光器安装固定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行调试我们的激光光光膜 首先 我们这边有两颗磁性的途径 需要放置在投影画面下边沿 然后将投影画面三等份 大约相距60多分 第二步 打开我们的激光光器 第三步 调试激光光器模式 首先在调试前 我们需要观察一下我们的激光光的一个状态 现在目前红光是一个非水平状态 有点清斜 此时我们需要先将红光光光器 先把红光光的光线先调成水平状态 好 调试近视水平了之后 我们再调我们垂直方向的旋钮 让我们整个红光贴近我们的板面 贴近我们的板面 直到我们这个红光打在我们这个磁性图钉上 实际图上 实际图钉上面两根 两条参考的红线 越贴近板面 效果越好 此时我们就可以 我们现在红光 基本上完全已经贴在板面上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激光就已经调好了 调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去模拟测试一下这个光光 看我们手指距离板面是否在5毫米之内 距离板面5毫米之内出现激光的反射光点 进行测试一下 测试后格 这时我们的激光光模特已经调好了 这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产品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 可以关闭我们的投影机 关闭我们的电脑 直接参考红光 光线就可以进行调节 调节完整之后即可开启电脑 开启投影机 完成做矫正就可以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第四代产品的激光系统 一个调节的一个功能 为了解采计的一个方式 正在这些东西 我们的激光系统 开启电脑 开启电脑